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庙第一座石坊叫金生玉镇 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评价 孔子之位即大成 即大成者 金生而玉镇之也 古代奏乐以金生开始 以玉镇告终 金生玉镇表示完整的曲子 象征孔子思想及古圣先贤之大成 屈赴孔庙和北京故宫承得避暑山庄 并称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 孔庙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孤立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 殿内万世诗表等十方巨匾 三副营帘都是乾隆皇帝首书 正殿中供奉着孔子和他的72个弟子及儒家历代先贤的塑像 孔府的正式名字叫衍生公府 与孔庙挨着 曾是孔子历代长子长孙居住的地方 也是历代衍生公的雅鼠和私底 德行是孔子教学的第一科目 孔子说居处公 直视镜与人中 初期的孔庙仅有孔子故居三间 孔子后代在简陋的故居中奉计孔子 一庙建宅 而今孔府占地约两百亩 南北长达一公里多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 最为典型的关崖与宅地合一的建筑群 也是我国现存唯一较完整的明代公爵府 号称天下第一家 孔府内还藏有世界上持续年代最久 范围最广 保存最完整的私家档案 以及大批历史文物和明清的衣冠 孔林 原来叫至圣林 在山东屈腹城北一公里处 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 孔子生前在珠水和四水之间讲学 孔子死后 其弟子们把他葬于四水之上 孔子后代围绕列丧 孔林是世界上延续最久的家族墓地 墓葬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 保存之完好 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后代文人写道 凤凰有识极家树 凡鸟不敢朝身临 赞颂孔林 孔子墓前有聚碑传客 大成至圣 文宣王墓